蝉山,甘肃,微城南15公里 每天天亮的时间大约要比北京晚一个小时 一大早,考古队的卡车就要到山下取水 欢极的取水来自麒莲山雪山 仰仗着它们源源不断的滋润 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塞北江南 原本一天数次的取水工作 现在改为每天一次 原因是一号石窟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加固知乎工程 已经接紧了一生 这意味着考古队对于亥姆斯坍塌石窟的发掘工作 就要正式开始了 还有人活动,你看这烟熏的 是不是 是不是 这是他过以后还有人活动 这有烟熏的 烟熏的那样的 这里头还有一片原始的顶 原始的顶 原始的顶 不大一块 有烟熏的痕迹时间比较久 那你的意思现在就是咱们通过毛干把这一部分都加固住 光把这部分套了就行 要把这个套走 就是 加固完再套它吗 这是 边套的话这个地方要支来 而且要从最原始的地方要套去 要知道 那你得往下挖了 阵源深度12公里 烈度11度 1927年5月23日凌晨 大地震袭击五威 八级强阵带来的冲击波几乎摧毁了一切 在这次灾难中 亥姆寺石窟自然未能幸免 洞里头头灰 撞 呛人 天哪 屁股还蹭得下 蹬弹不得了 轰然坍塌的亥姆寺石窟内究竟掩埋了什么 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这一块有个洞 这个洞和那边是相封的应该是 这儿相封的 这儿相封的 对 整个这条缝把那个开了 所以啊 所以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原来应该洞应该是很宽的 它只不过是中间落实了 把这个堵都看得变窄了 这现在正 不止一米五升 所谓的一米五升 咱们刚才从那个身头看的话 嗯 至少从这个 咱们刚才脚下踩 还是两三米深的往下 两三米有了 嗯 四米 四米啊 我天哪 这个 这深度工作量很大的 而且有一个麻烦就是他 没法在加固之前把这些 这些东西怎么破拆下去 现在脚下这些大石头 你不破拆这个能加固吗 现在往边上打断能打成吗 就这个目前这个状态 打不成 打不成 打不成是不是 嗯 你看这都危险了 这都这碎石嘛 这是 嗯 这危险 这洞一块哗嗒一下 支撑不住哪块就掉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 由于一大批西夏时期文物的发现 亥姆斯遗址深埋于乱石下的秘密被揭开一角 这其中西夏文维摩杰所说经的发现 证实了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使用泥活字印刷的国家 由此人们才惊奇的发现 原来在这些坍塌多年的石窟内 竟然还埋藏着如此巨大的秘密 这洞子走向你很不规律 哦 从这儿走向 从这儿走向 这里边走着呢 这还深不可测呢 这红色的崖壁上 工程人员必须借助毛锁毛肝 对已经塌陷的岩石进行加固支撑 目的是防止石窟进一步垮塌 确保后续的考古发掘工作能够顺利展开 工程与考古相互结合 是这次发掘的最大特色 这块的裂缝非常短 你看 只把这些石头切成一块一块的 咱们现在的基本方案就是下锅 这个洞的下锅 咱们就保护它 上过来 准备做在顶上把它 交住掉 交住架 这段这个空洞做完以后 我们再准备往这个 把底下清到原来的这个洞 到地面以后 再往里架构 这个孔打好了以后 咱们就放毛杆 做出柱 就是把它就夹过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石头里头 液缝非常多 打这个孔还是比较困难 有时候打几个小时 它动不动就跑风了 就堵了 金刚骇姆是藏传佛教密宗本尊之一的 圣乐金刚之妃 主管生育之神 相关史料显示 五威骇姆寺是西夏时期创造的 藏传密教静修之地 是中国现存较早的藏传佛教遗址 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最原始的 金刚骇姆寺遗址 甘肃开刀的石窟 一般大多数都是在这种 红杀岩体 就昨天在那 说的所谓白厄系的 杀土上 杀岩上 所以它这找到 肯定也是 找到这么一块地方 然后前面先削 削出一个个作业面来 然后才开始开窟 一般情况都是如此 像这样的 就开这样四个洞窟的 可能别处也有 但是就是说 这个开这么大 窟口开这么大 然后这个 但是窟数量又少 只有四个 对对对 这种情况也不多见 这是转山的 啊 对 这是转山 围绕着海姆斯 与丹尼信州 转山走的 这是一条小路 就是信州转山移动的 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武威 历史上称梁州西梁 因汉武帝为彰显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 自张迁开辟河西孔道之后 历代王朝均在武威射郡致府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现在画的那个眼比像他的那个最高的位置还高一米 对对对 1927年的那次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 没有人进行过确切统计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 亥姆斯石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经过前期的初步探查 考古队发现 亥姆斯遗址目前共残存四座石窟 除了一号石窟 尚残留有较大的空间外 其余三座石窟均已完全塌毁 更为糟糕的是 经过大地震袭扰过的岩石已经松碎异常 要在其中进行考古发掘难度极大 不是在摸索 他们工程加固之后 他们本身也是在摸索阶段 我们在加固之后的基础上搞发掘也是头一次 我们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现在等于是边干边总结 通过一号库的发掘 我们希望能够知道 倒塌的石窟的一种清理方法 在安全的前提下 怎么样科学完整的获取这些资料 等待了三个多月的考古队终于登场了 他们首先要对石窟内的一段封土墙进行清理 从底下进到那个三角空气去那块 一据判断 这应该是一处晚期封土 但是土墙的后面到底封存了什么呢 掐的时候注意啊 从上过 从上往下 去的时候呢 注意这个人家原始的这个边角 不要破坏 就只把外边分住这块东西去下来 里边堆积的东西尽量保持原样 好吧 等会儿就开始 由于此前 亥姆斯遗址 从未开展过科学系统的发掘工作 考古人员对石窟内部的布局状况 并不清楚 一切都在按照考古程序进行 这个装的后路还是挺大的 这可能是不是 就是在亥姆斯遗址以前的装 然后呢 我进行分裂 把移植放一竹 把移植放一个地方好 然后咱们再彪性一圈 把这个这一次你看 这种圈呢 这种圈子 整个圈子 意外总是在一瞬间发生 面对倾泻而出的擦擦 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 这个呢 咱们可以看 它这个就是人为堆砌在里边的 根据这个撒落这个泡面来看 主要还是全是擦擦 人为分堵 可能是出于保护或者保存 而且看这个种类还是挺丰富的 数量也比较大 整个利用它这个 库内的这个动体 严严实实的分度的一层 不管完整还是残耸的 所有的全部收集 然后遇到这个装碗也分箱 按类别单个收集 因为可能底部的分度不是特别结实 在一个可能内部填充物特别多 咱们在顶部清理 拆到一层的时候 本来的原计划是要打算把它给停下 进行进一步观察 结果在正打算清的那一层呢 可能因为内部受这个外力的影响 分度又不是特别严密 受到这个冲击 整个洞窟内这个擦场就全部流露出来了 受的时候还是从上 从上来想弄 再不要想象二次夸塌 擦擦是指一种模制的尼佛或尼塔 按照藏传佛教的习俗 制作擦擦的目的在于积攒善业功德 这是一种被视作消灾祈福的圣物 多用于佛像及佛塔的装藏 像这种不同类型的擦擦 我们在海姆斯遗址 也有零星发现 但是没有这么集中 数量也没有这么大 像这么集中 统一地放置在一个地方 这么大的量还是第一次发现 而且这还只是我们现在 知乎加工号近身九米范围内 发现的一些东西 估计往后随着发掘的推进 将会有更多的出土和发现 研究者发现 五代之后 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地区中原一带 佛教活动开始走向第一路 而在西藏地区 也由于当地的牌佛 跌落到了谷底 但此时 藏传佛教却在偏于西北异域的 西夏统治地区兴盛起来 在一号石窟进行考古清理的同时 三号石窟的知乎工作也开始了 我就是说你看这个棋啊 它现在阴风招展的 一般我们这小学是不学课本 常识里面不讲了 六级的话 就是棋就阴风招展了 我们这几乎天天都是六级以上的风 所以这个棋子 你像这小彩棋吧 基本上音乐就扯烂了 我们这大彩棋呢 光挂上去一周 那边就已经扯毛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 也就是在河西走廊可能有这种情况 天天刮风招展的 看着挺好看是吧 到睡觉的时候你可就睡不着了 那耳朵里边一直是啪哒啪哒的声音 根本没法入睡 一个是这个风扯这个旗的声音 一个是下雨这个 雨滴的房顶上啪哒啪哒声音 根本没法睡觉 你看这叉叉量这么大 它这个宝虫还是挺安静 残破的发现还是 少一点 像这个虽然有点残破 只是这个卡尖的残破 那是绝大部分 保存还是基本完整的 考古人员初步统计发现 一号石窟出土的这批叉叉 数量惊人 世纪上世纪八十年代 敦煌墨高窟北区石窟出土了 七万余枚叉叉之后的 又一次超过万枚的发现 这一部分就是咱们看下就是有一个石块的 而且你看都还是比较规律的 它就是在顶部翻一些石块 这不光是顶部吧 咱们不是前面看了还有侧边放的吗 侧边侧边也有 但是主要是 主要还是顶部 对 还是在顶部 这是麦粒 这个是个啥呢 发白 应该也是 也是麦粒吗 麦粒 是不是掉皮脱皮了 像这个 加了一个麦草 从正中间穿过的 这还有一条 对 边上还有一条 比较细麦 麦草也不一定只有一粒 对 这几个你看 正中间放着一块石头 还挺明显的 你看 这是上面夹的石头 底下夹的麦草 对 这是说明也有混合性的 对 这是不是就是它用所谓的 所谓的掺杂的一些神圣的东西 有这种宗教仪式 现在看来了 这个不是那个什么 有一部分是塞进去的 大多数好像都是捏进去的 做的是吧 是吧 嗯 做麦草直接就把它捏进去了 所以它就团的比较紧 除了加麦草和加湿籽 加炭的以外 剩下就是主要的缺就是这种了 对 这种数量比较大 嗯 这就 脏纹吗 嗯 应该是脏纹 看它这个框应该是印刀 就是印刷的东西 嗯 不是 不是写的 是 跟这个一样不一样 应该是一样的 也是吧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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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对一下应该差不多 嗯 有能力这个推 对 雨没希望了呢 落不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会雨路均粘了 所以我们这也下点雨了 降降温 今晚能睡个好觉了 嗯 这块雨过来就这块 最后 这块雨过来 这这块云底下都是雨了 嗯 这地方见个雨也不容易是吧 是啊 年降水量 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十倍吧 这样多可怜 要不是七年山的那中年积雪 往这边不停地给供水 这河西子湾根本哪有什么农业啊 这么不可能有农业 藏传佛教典籍 《安多证教史》记载 禅山一带 山形似弥勒佛自生巷 从头到脚的距离 需步行半天 自生巷头朝西 面向东 从远处眺望 形象非常清晰 为什么会在五威境内 建造这样一座西夏寺院呢 考古人员发现 五威一度曾被西夏人 视为天府之国 是西夏王朝的陪都 相关资料显示 当时的五威地区 寺院广部 是重要的佛教中心 和佛经议场 而佛教的广泛传行 必然也带动了塔寺的大规模兴建 由于驻扎在半山坡 考古队的生活用水 完全要依赖附近的孙庄 有时也会遇上意想不到的麻烦 哎呀这压力小的 小的机能啊 它这个水压力也太强了 哎呦这麻烦了 这四个小时都装不完 你看 对那么一点点啊 哎呦干啥去啊 啊 我说你吃了没 啥的 咱这个水的最近怎么这么小啊 大都不 没有的 家里都大吗 家里都大不少 那这个怎么就一点点了 我记得咱这个水以前挺大的啊 没有这个 哦 这狗都把我扔下了 以前老是老叫的 这会儿不叫的 过来 嗯 嗯 嗯 哎那不还有一层 要拿我来看 哦 这还是一片那个啥 西夏文的这个残片呢 说写的 哎 这这边也有蚊子 但是这两边好像不太一样 这边是汉蚊 这个是什么 芭蕉钱 芭蕉钱是几斤啊 这边是 素菜还是紫菜的 一斤 梨肉 哪一斤 哎这是 这几个菜谱吗 这个还需要我们后期把这个西夏文这个 把它给溢出来 溢出来看是什么意思 然后跟后边这个比对一下 看是不是有关联 考古人员发现 五威亥姆寺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兴盛的过程 五威限制记载 五威亥姆寺石窟建于西夏崇宗正德四年即公元1130年 之后陆续在洞窟外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佛殿佛塔 最终将金刚亥姆寺建成窟中有寺寺中有窟的独特佛教建筑 天色渐暗 辛苦了一天的考古队员们开始享受另一种乐趣 来来来来 抓住抓住抓住 抓住它抓住它 哎呀两个 哎呀跑了 这个最大的一个金箱 哎呀跑了跑了跑了 抓抓快抓 抓抓抓 哎呀好 哎呀它都退了你看这个好大哦 哎呀这个大 这个这个真大 快抓抓抓抓抓抓快抓 这跑跑呗抓 哎呀 哎呀哎呀这个真大 太大 这个最大的一只哎 没办法以巴给掐跑了 切断了 你看抓就进了 让它跑跑在 跑一跑啊 哇这真大 哎呦 哎呦你看 车来了 车来了 抓 照照照照看看 哎呀巴在掐上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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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我把这个石头扒了 小心啊 你慢点啊 来来我来 来这儿的 来这儿 来来来来 快快快 再一个 这个大 来这儿又是一个 抓完这个就收工 路过还能抓几个 哎呦这个你看乱跳的 灯灯罩上去 这一年雨来应该 雨没雨一年 雨一年雨了 没得很 哎呦不全不放开 全部放开 放在那里 那这进房子里 就把人遮死了 装着还特疼 可怕得很 我们在秦安上 不是被遮过吗 那疼啊 我都来不及了 我这一乐 靠我这一样 没有人感觉 斗鞋子嘛 那个肥 对对对 就这个 就这个 就你刚才扒了 对对 那个最肥 我看 是不是母鞋子 谁说的 这玩意都是 公的大母的小 动不着 哎呀草给去掉了 这持有一下跑 几个爪 几个爪 我还一边几个 一边四个 前面两个钳子 前面两个熬嘛 嗯 一边四个爪 往后边一根针 这个针咧 这个针咱没看到 针跑哪儿 那这是不是得 说一下 说一下 嗯 说一下 来抓来吧 你看 现在还听 还不服气 一号石窟顶部的知乎家部 又要开始考验 考虎队员们的耐心了 这给准备了 石窟顶部的根 稍微把这个包完以后 下个鱼 要算自家子 家子自得出来 把我们都自上 自上明天就要做 可以 齐连雪山的鱼脉禅山 由于各种传说 让许多修行者心向往之 而五威亥姆寺 也正是因为佛教的缘故 成了西夏时期 重要的西夏文化 藏族文化 和汉文化的交汇地 现在这些所有的文书啊 到时候都得请相关的学者 把它试读一下 比如经文也好 西夏文也好 还有这些汉字的一些文书 藏单啥的 但最后我们都得把它试读出来 班诺 莫杰班诺 和我下午餐了 把那个灯 原先那个灯还在不在 灯 一号铺里边原来不是拉了一个灯吗你们 试一下这灯光咋样 灯光这边 可以哦 那就咱们就估计到这 行 现在把它估计到这 咱们就这么照 半个月后完成了顶部支户的一号石窟 重新开始发掘 这是老蒋 我看那边头还是灰土出来了 底下我看那还是红土是吧 这是三百小时预计 行那我来我挂一下我看 这个是已经到东库的库壁了 它送着这个库壁贴付了一层这个灰土 这个灰土和这边这个东西我看 那边发现的灰土是可以送点盐下来的 但它上面压的是红沙土 所以说我们下一步还是把这个 这些沙土还有 裹杂在里边那些石块 清完 像这一块 这应该是当时 地震从洞窟顶末塌下来的 这会我们把这个石头周边那些土清完 看一下它做这个底子 底子是在原始洞窟库底做的吗 还是后期还有熟土 这个对判断就是 咱们这个台积这个建筑的时代 还是很有单独的 看着可能也快到底了 这个这个沙土已经很充分了 这个 那就下一步我们就顺着 把整个这个面拼出来看一下 做的时候你看这里边 这草杂的杂物比较多 但是这东西你看还是有点 这个是羊皮嘛 这都简单弄出来 敲敲仔细一点 先把最大的 先把这大的开掉 这个大的周边没有什么 有没有有特点的位置 转个正面来 这个面的特点就是体格大 然后上面这些东西看着 底子都会比正常的大一样 宗教器物的制作 往往有着严格的遗轨 叉叉的制作也不例外 考古人员分析发现 这一批叉叉分为塔形和砖形两种 砖形为单面模具制作的浮雕 塔形为双面模具制作的圆雕 它们大多用普通的泥土制成 内部有夹杂物 三天后 始终阻碍考古人员 探明一号石窟底部结构的几块巨石 终于完全写露出来了 塔形内部的堆积呢 现在已经基本清完了 先下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把表露在外边的 这个军形洋块 这两块 还有底部的这些 给它松稿进行 破产 破产完了 我们整体看一下底部的一个状况 决定下一步的发行工作 工作计划 公元一二二七年 在蒙古大军的封烟中 西夏灭亡 五威的这座寺院 也同样未能幸免 圣极一时的佛教圣地 随之开始衰败 这个这个你只把这部分 扫了就行 对 对 可以只扫这部分 接上 明白吗 扫的时候分别扫 两面分别扫 然后到时候把它接成一张团圆 嗯 嗯 手写的啊 手写的啊 手写的这么整齐 硬的 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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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的 但它有格 对 这这手写的 毛的写 你看这个 写的那痕迹 种种迹象表明 1927年之前的汉姆寺内 仍然供奉有大量的西夏文经卷 考古队推断 当大地震袭来的一刹那 大量的汉藏西夏文经卷文书 壁画 佛教造像等 极有可能也在瞬间被埋入洞窟中 他是利用那个文 利用旧文献 然后写的字 然后背面的墨迹都能透过来 对 图离子二金一 二金一什么 一 那是一十四量 是这意思吗 是什么 十 二斤一十四量 是不是 对 可能是 鹿角菜 二斤 这是药房子 药房 药房 哪有这么论金凯的 那鹿角菜 药房没论客凯的 没论金凯的 还有藏文的 藏文的 藏文的 还有金刚经的 二十九年 明代的 明的 啊 我字好漂亮啊 啊 这小凯来在这个扫出来看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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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文是 二十二十九年 明代的 现在是明代的发现 元代的发现 民国世事的 也有 今年都有 对对对对 我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整整理一下 我觉得挺好 对 这是两片 所以 奇怪啊 那这是不是在 这一城之上 还有个活动 就是原来 他呢 这就还有一个 瓶子的面 还是他们收拾出来 一个面 再继续活动 但是灰怎么理解 灰是从哪来的 破除了巨石后的 一号石窟 依然迷雾重重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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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 就是在 这个面纸上 应该活动过一次 完了以后 又塌了 对 塌下来 对不对 这个面纸上 有人来活动 活动过 这个面 这是 这是两块大石头 去掉以后 还有灰 大石头去掉 石头去掉以后 底下有灰 对吧 没灰 这个灰 这是空的地方 对 就是石头没有压的地方 这就会 石头压的地方 听出来都是 比较干净的地方 随着发掘深度的增加 一号石窟内 新一轮的知乎工程 即将展开 考古现场暂时 又要让位给工程方了 潜山脚下 潜山脚下 依旧是梁州七里 十万家 人烟铺地 桑浙愁的景象 在碧蓝的天空中 还是麒莲山上 飘过的云团 时空好像从来 就没有改变过 这个地方从人们的角度来讲 次度还要避佑 往进又清一行 对 肯定是 我们就是要整体把这情况 要清到原始地面上去 就是往进还积蓄要清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 我刚才说的 要打猫管是很必要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 学的还是比较厉害 对不对 这个位置 还是这下位置 还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要坐这吧 三到四个猫管 那就还是打一排的 打一排猫管 把它们模糊起来 摩护起来 堪塌的汉姆寺石窟中 考古人员最终 能够发现什么呢 2016年8月中旬 考古队的发掘 仍在进行中